《樂天之命》 李居明 我是李居明 我的拍檔林姬韻小姐 Hello 今集叫做大鼻子的秘密 林姬 我和你都算大鼻子 算大鼻子 你肯定是大鼻子 算大鼻子 其實我想都市的上學 是中國的古文化 一個偉大的遺產 我們加以把它整理之後 然後把它套入現代社會裏面 其實是做了很多統計學 因為在我身邊裏面 很多粉絲 弟子 經常都會引證一下 準不準 而鼻歌是很重要的 因為鼻歌就是女性的老公好不好 就是匹鼻歌 很重要 所以雖然我沒有見過你老公 但其實你老公是整個 躺在你的臉中間 在鼻子裡 第二樣是男性就重要 發不發達 看鼻子 會不會賺到錢看鼻子 所以人最重要就是鼻子 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有什麼感覺 很多人都說 那個人比鼻子大 但是鼻子真的很大 大鼻的人一定要肥 而且兩邊的肉要有座 座 座位 座位 如果只有大鼻 但是這裡沒有東西座 那就頻朴一輩 是嗎 那鼻子越大越頻朴 所以鼻子大得來 旁邊要有扶托才行 不可以太削了 而一個大鼻子如果發達 它一定會 臉會慢慢變得很肥 原因就是這裡 就是要配搭 所以面上不可以 只是沽風獨傲 沽風獨傲 即是說只是鼻大 只是鼻大 沽風獨傲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人是喜歡一個人做事 以及沽風獨傲 只是你一個人很驕傲 在山頂上面 其他人全部在旁邊 那是你自己沽風自上 臨記你的鼻子有少少沽風自上 是因為你的鼻子有多大 但是你現在慢慢 最近這幾年 慢慢肥了一點點 那就能配搭起鼻子 你的鼻子有一件事不好 什麼 就是鼻子比較尖 鼻尖那裡 鼻尖比較尖 有什麼不好呢 是代表沒有子女緣 這件事飽了你一點點私隱 也是在香港或者在內地 我們都見到很多的藝人 大家都知道是出名的 他們經常都說 我想追兒子 或者我一輩子未有一個子女 其實你一看他就知道 因為他的鼻子是尖 只要是鼻子是尖 都是不能夠有第一胎的男丁 就算生是生女 而女都會很遲才會生 而生兒子的機會是零 特別是男士 男士的鼻子一尖 通常來說都不會有子女緣的子緣 就是兒子的緣 是 這件事我覺得是我們中國傳統古文化的遺產 告訴我們有這樣的特徵 但我覺得應用在現在社會 都挺漂亮 至少有很多明星可以讓我們做版 是的 非常對 你說的 因為將古文化 應用在我們現代社會的生活裡 除了可以增廣見聞之外 最重要的是可以多了很多朋友 以及多了很多話題 為甚麼 怎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每一次跟朋友一起聚會 自從跟師傅合作之後 他們永遠都問了很多問題 是 關於一些古文化的上學 或者是一些家居擺設 或者是指評名利 很多很多收績相關 今天既然見到大師 就很想請教關於鼻子 因為鼻子很多女生都會想知道 自己的丈夫究竟是怎樣的 鼻子代表女性是代表老公 你老公好不好 在鼻子裡面 如果有粒子 代表老公破產 或者是不夠錢 就問你借 問你拿 鼻子代表老公 多一粒子代表破財 即是代表著 他會不見錢 要你去埋單 是否俊男看見到的 俊男看見到 俊男看見到 因為你的鼻子是看到 你老公是一個肥仔 是嗎 另外一件事 就是鼻子側邊 有一個叫法令 是 法令就是說這條文 是 這條文不要太年輕的時候出 最好是過了41歲之後 才有一點 是 去到50歲的時候 才是清楚就最好 這條法令很多時候 林建利有一點點 就是很容易會伸展到 他的鼻子裡面 在這個鼻頭這裡 是好像割開了一條線 那怎麼辦 這是代表你的錢包被割開了 即是你的消費能力 很高 使善能力很高 而男生因為鼻子是代表財富 而如果你的法令真的生下來 第二是是這樣割開了鼻子 那是代表著你的46歲和47歲 你是會破產 甚至是會不見很大量的財富 所以這條文大家留意 是 逢見到鼻子 那個法令會走上來 就代表割開了一個荷包 洗錢的能力就可以看這個法令 那賺錢的能力呢 賺錢的能力呢 賺錢的能力就是看你有沒有聚到財 聚到財 就是看你的鼻哥的鼻孔 如果你的鼻孔太潮 即是一一走來 看到你的鼻孔就向天 那些人是做不到錢 好了 而鼻子有一點點收進來 而下面呢 有一個叫做好像門殘的肉 你有啊師傅 很厚 你也有啊 雖然我見你花錢買衣服很厚 但你竟然那個鼻孔不太厚 而且你還下面有個門殘 有一塊肉呢 是代表你可以聚到財 而且你花錢得來 都是花少錢而已 看表面那層那幾張而已 原來底裡還有一整大疊 真假洗錢而已 所以跟你的鼻孔裡面 可以看到你很多秘密 代表你很多錢都未花到 我竟然這麼多秘密看 我又想再問一下 有些人的鼻子是歪的 就是歪了去某一邊 這麼大隻 他又不是說自己受傷的 天生是這樣 我們有個朋友 就是他的鼻子有這樣的不幸 他一直走到四十歲 風平浪靜 也是非常有名 但在四十一歲那年 突然間發生一件事 突然間是他的名氣 他的財富在一年之間全部沒有了 原來就是他的鼻歪了 大家留意了 原來這個鼻去到這個位 叫山根的位置 就是掌管我們四十一歲 這個山根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他有寶寶的時間 已經很低哭下去的時間 是代表他跟媽媽沒有緣 也就是代表著 他媽媽會先過世 所以我們說叫做母先亡 就是媽媽先走 是 如果你這個地方高 就是代表爸爸先走 這個意思 所以你這個位置很高 代表你的爸爸 在你很小時候 可能已經不在這裏 是不是這樣的事 沒錯沒錯 真的不在這裏 是呀是呀 鼻質在很多秘密 是呀如果歪了的時候 代表四十一歲 那年開始的事業 是走一個十年的下坡 因為由四十一歲 到五十歲 都是掌管鼻的 那就是代表那十年 是男人最重要的十年 女人最重要的十年 是歪了的說話 就是完全是沒有運行 而且是會是破家之運 如果那個鼻是有折 即是有個Kick的 凸了出來 有個Kick的意思 就是代表女人 我們都見過有幾個明星 是這樣的 是代表如果結婚之後 是踢老公下床 就是說老公做甚麼呢 他不支持 那就是代表他會帶子女 是離開了老公去另一個地方 那如果那個折是越明顯 是代表離婚之障 那在現代社會裏面 就未必是真的會離婚 但是大家會分床而分 甚至分居 分居很多時候就移民了 譬如說那個媽媽 是有這個字的說話 帶著女兒或者兒子去外國俗書 跟著老公就回到香港做事 那通常那些太太很多時候 那個鼻就有這個折的 那有這個折 現在呢 就現代流行一種叫整容學 那整了之後到底會好還是不好呢 我們再過一兩年就知道了 因為整容潮都是這十年八年 真正能夠看到的效應 要過多幾年我們就知道了 都要一個統計學 那如果鼻上面有脈 那又怎樣呢師傅 我們通常來說呢 就是對於脈最不喜歡 就是他在鼻那裡 因為這個是代表破財的 代表破財之外呢 就是代表那個人呢 可能他賺到很多錢 但是呢他可能會好一件事 譬如說好音響 或者他好某一件事 好花錢的 那於是呢他就會在那一年裡面 就是在這個鼻上面有顆脈 是代表他賺多少呢 他都會因為他的興趣 而花了些錢 都是破財之象 亦是代表他會 一生人會遇到一個很大的病 而這個病呢 通常是代表他的肺機能 原來我們的鼻是代表我們的肺的 通常有睡眠窒息症的人 或者本身的呼吸有問題的人 通常的鼻骨上面 都會很容易有脈 或者鼻骨裡面很容易顯現一些 一些陰影 這些東西 在鼻上面有脈 在男人來說 是代表大破財之外 又是代表一生人要和一種很麻煩的病 要打仗 即是糾纏著的 糾纏著 鼻其實就是一種 我們面相上面來說 是一生人的榮辱所在 所以是非常之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看到某一些男人 鼻頭那裡 是好像走租一樣 是 走租鼻 是的 走租鼻就是一個不好的運程 走租鼻是代表人 是外表和他內斂的東西不同 他經常會收藏很多東西 通常來說 第一 他代表著比較色情 這個說法 我又覺得未必一定 但是就會傾向於是不好運 還有傾向於想做什麼都做不到 是一個失敗的面相 所以我們作為父母 在小時候的時間 要小心的子女 當他譬如說生暗瘡 或者是生青春斗出來的時候 是要留意 他通常來說的八字 都會是屬於炳火 而是生在冬天的人 是 就會有走租鼻 還有會有暗瘡巴 那這些東西 是有一件事很容易解決的 就是那段時間 穿多一點屬火的顏色的衣服 比如紅色的衣服 那就能夠有所改善 那這個就是中國古文化裡面 是指平命理 有關於五行的運用裡面 是有談及到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再看回古書的時候 發現到這麼有趣 原來我們的暗瘡 我們的古代的人都有談及的 所以就會覺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們避歌要特別留意 所以如果我們作為父母 看到我們的子女的避歌上面有脈的說話 在他十四歲之前 最好就用雷射激光 去把脈脫掉 那應該他就不會花那麼多錢 而且他一輩子的運程 都會是順暢很多